听到四秧的说法 众人的脸色却是一变 而外面那狂妄跋扈的声音又自响起 妈的 再不出来 本先就要刷进去了 出去看看 路晨伸索着眉头 起身走出灌外 到了灌外的山脚下 一处开阔的平地中 恰好站着三个人 三人皆是修仙者 当手一人为一青年 修为达到了三级悬仙境 其后两人分别为三级与四级的悬仙 看到路晨等人出现 为首青年默然一恶 骄横不已的神情 陡然闪过奸命 不怀好意的 哎呀 这两个小子复原不浅啊 竟然有四个美女做伴啊 哈哈哈哈 也今天来着了 青年嚣张跋扈的说道 你们几个给我听着 未寻水地仙光 玄境老仙急需修士高手 现在命你等 归附老仙门下 那个那个 明州的鬼仙仙子 还有魔族的仙子 你们两个跟着我 其余人等 随他们一起去宇云山前殿 青年意气直屎的指指点点 竟然对左青汉方子欣露出银鞋的目光 看得陆臣不由一怒 玄境老仙 没听过 不过你冒犯了本尊 那就得死 哎呀 臭小子 就凭你们几个敢对本仙如此说话 活得不耐烦了 青年咧着大嘴 无比猖狂的说道 你才活得不耐烦了 陆臣目光一掉 一股煞祸偷体而出 咽咽咒 干净利落 喷出一道一芒 直接打在那修士的身上 砰 青年猝不及防 元神受损 怦然一声 倒退开 十数不开外 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大惊失色道 咽咽咒 妈的 敢对我动手 杀了两个男人 啊 没死 陆臣也很诧异 尽管他的煞员被镇压下去 可是丝毫不妨碍他使用燕燕咒 与煞火 对方只是三级悬仙境界 想杀他不难 居然没有成功 不过 青年的确伤了元神 修为大俭 可见此人身上有护身法宝 怒骂之下 青年身后两大高手同时飞起 阵阵寒气吹着寒风 朝着陆臣吐了过去 嗖嗖两声响 陆臣等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左手 金修 右手 四扬同时抱起 金兰两道寒光乍线 陆臣则是对二人视而不见 脚步一滑 飞向那受伤的青年修士身边 不韵任何先决的火掌 当头拍下砰的一声 将青年再度拍在了地上 青年修士虽然有三级悬仙境界 可是 一来吃了暗亏 法力大损 二来 陆臣的天蚕神行术 已经达到了三重境界 身法奇快 游落闪电一般 哪是他能够比你得了的 感觉到头顶排山倒海的掌势期来 那修士再度呕出一口浓血 趴在了地上 眼神中充斥着恐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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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杀了我 老 老仙 不会放过你的 老仙 老仙来了 本尊照杀不误 陆臣掌势一顿 一脚狠狠地踩在那人的腰上 庞大的火劲 透过肉躯 直抵子服 抛去猿鹰 陆臣狠狠地将其法力震散 该死的水地楼 一脚踩碎青年修士的妖骨 陆臣露出极不满意的神情 这一脚原本应该以火源入本 轰杀原应神时的 然而 他只是将此人的子府 轰碎 原神却没有消允 青年修士惨叫着 离翘而出 陆臣又费了二便利 伸手将那人的原神情下 直接捏成了粉碎 按骂了一声 陆臣知道 这是水地楼得天独厚的天地水之晶圆 对黑煞星火产生了天生的克制作用 使他那能够足以灭杀四级玄仙的修为 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举手之间灭杀三级玄仙 顿时让跟着青年修士身边的两名玄仙高手 心生恐惧之感 诧异之下 两人手忙脚乱 被四央得以可乘之机 一举击杀了那四名玄仙高手 四央原本就是仙尊 心静修为恢复得极快 这些年闭关修士 已达到了四级巅峰之境 而最后一名三级玄仙突然激紧的 从金修的刀光中飞出 直奔站在不远处的左青汉飞去 汉尔 站在原地不为所动 似是根本无法反应过来 陆尘急得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看着那修士飞到了左青汉的面前 恨不得被插双翅 将左青汉救下来 就在这关键时刻 一变突起 站在原地的左青汉 神情淡漠 绣发青阳 精致的小脸 微微闪过一抹轻蔑之色 只见他灵巧的身形原地旋转三轴 诡异的闪开了那名玄仙的画形大手 那玄仙高手一开始就没打算杀了左青汉 想用他作为人质 助自己逃脱 故而用上了擒拿的仙爵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一身三级玄仙 以及堪称闪电般的速度 居然在人家眼里什么都不是 左青汉的速度更快 急速退后 而动作却是简单的令人发指 直到退一步 仿佛退到了天涯彼岸 紧接着 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出现了 左青汉的背后 闪电般的膨胀起巨大的黑魔法影 尚未让人看清之际 又诡异的凝聚成一个黑点 然后如同火花般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跟着他左手微抬 看似缓慢的拍向悬仙高手 头顶的天灵盖 看似弱不进风的一掌 并没有排山倒海的气势 也没有让人呼吸急喘的感觉 然而在这般不算凌厉 普通至极的掌风之下 那悬仙修士的所有法术先诀 产生的浩然正气劲道 却是化成了如同撕网状的碎片 一寸一寸的支离破碎开来 砰 远比左倾汉强大无匹的神通 尚未触及黑服牵引的左倾汉 顿时突崩瓦解 哇的一声 悬仙修士两眼充斥着无边的恐惧 无法忍受的喷出一口血溅 到飞间 只飞出了不足十米 砰的一声 化成了漫天的血雾 从出手到击毙三级悬仙 左倾汉只用了一息 快得根本让人察觉不到 他到底做了什么 那悬仙修士 暴毙而亡 飞射而来的陆尘和四央 两人神情骤变 血雾笼罩在二人身上 连用仙纲遮蔽都忘记了 仅仅是他们两人 慕容雨昕 方子欣 金修 皆是用着震惊的目光 打量着左倾汉 这 这 很快变成了血人一样的路程 根本就忘记了之前青年修士 对左倾汉的出言不逊 诧异地望着左倾汉 问道 汉儿 你 你是怎么做到的 大道压制 四央冷不丁地咬着银牙 吐出几个字来 俩然的震惊 听到这四个字 陆尘又是一愣 而左倾汉却是不以为意地笑了笑道 哥哥 到棺里说话吧 左倾汉说着 小手又是一招 那弥漫在秘境中的三魂七魄 诡异般地聚集在一起 化成一支光团 左倾汉把光团 抛向金修道 金修 这是你的了 多谢师母 回到了罐内 众人看向左倾汉 犹如换了一个人 之前俏皮的模样 消失得无影无踪 神情中流露的 仅是那种 紧乎自然般的笑容 汉儿 你刚才 陆尘亲眼看见 左倾汉使用的长法 不像是他认识的 任何一种上古先诀 但却给人一种 高深莫测的感觉 就好像 领悟上古 先术大道治理 极为深奥的样子似的 难以琢磨 左倾汉 歪了下脖子 伸手 拢过垂下来的青丝 目光扫视众人说道 不要这么看着我 我不能说的 什么意思 我不能说 左倾汉满是歉意的 摇了摇头 说 哥哥 不是汉儿不想泄露天机 而是从汉儿口中说出去 对哥哥 甚至大家都没有好处的 陆辰相信 左倾汉不会对自己隐瞒着什么 他是这个世界上 对自己最好的人 不过听完之后 陆辰还是装作怪责地说道 汉儿 你不对了啊 竟然瞒着哥哥 左倾汉知道 陆辰并非真的怪自己 灿烂一笑道 哥哥日后会明白的 尽管不想追问下去 陆辰还是觉得 有些难以置信 在他的记忆中 左倾汉可是被自己的老子 抹杀了修为的 比自己的境界还低 怎么会如此轻松的 击杀一名远超于 他的三级悬仙高手呢 难道就不能透露一点点 陆辰略带着顽劣地问道 左倾汉笑而不语 可是眼神却落在了四央的身上 那清澈的 犹如一口西潭般的眼睛 只把四央所有的契机笼罩了起来 仿佛一时间沉沦在左倾汉的眼神当中 无法自拔似的 转瞬间 四央香汉淋漓 好像经历了极大的痛苦 又或者在挣扎似的 娇去颤抖不已 靠 不会吧 咱家丫头这么大的醋味吗 怎么又跟仙尊大人斗上了 陆辰冷汗刷刷的直往外貌 错以为左倾汉 针对四央用上了什么秘术 要知道 巫婆婆手里的仙爵 可都是震骨硕金的 左倾汉刚刚从神界下来 身上没准就有什么绝世的仙法护身 要是真的玩起命来 估计指不定能杀了什么境界的高手呢 诶 汉儿 莫要动手 陆辰惊到 左倾汉还未说话 四央却是契机一松 萎靡了下来 而与此同时 左倾汉眼神中 常人无法察觉到的灵异气势 也消失不见了 不怪汉仙子 是我错了 仿佛跑了数十里地 累得精疲力竭的四央仙尊 一脸成福地站直了玲珑挺翘的身子 及时恭敬地对着左倾汉施了一个大礼 言道 四央冒犯了汉仙子 请汉仙子误怪 左倾汉微笑地快走两步 把四央欠下去的身子拖了起来 自始至终都没有过的平易近人的笑容 突然一展 柔声道 妹妹多礼了 妹妹 陆晨看的可是一愣一愣的 包括一直知道 两人在针锋相对的慕容雨夕和方子心 也是诧异地摸不着头脑 这女人啊 说变就变啊 太难琢磨了吧 陆晨暗想着 显然还是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呢 不过紧接着下来 她终于明白了 所有人都明白了 只见四央起身 独独对左倾汉有些不符的异样目光消失不见 问道 我们先子 刚刚的可是大道压制 所谓的大道压制 还是四央在五百万年前 从朱幽桥中得知的说法 当初那骇人听文的记载 跃然于脑海的时候 四央灯是震惊了 左倾汉欣然一笑说 我本不能说 对你们修行无益 不过你提了出来 想必得知了上古隐秘 也不算泄露天机了 罢了 就给你们说说吧 左倾汉笑着 走到陆晨身边 哥哥也仔细听 尽管不知道什么是大道压制 但陆晨从两人的交谈中的凝重能够听得出来 这是上古秘心 于是赶忙毕生树耳聆听了起来 所谓大道压制 我更喜欢叫它反普归真 不过在上面还有另一个称呼 是不能告诉你们的 那是天机 不可泄露 左倾汉挨着陆晨 转向四腰 说 刚刚你们看到的 的确是一种大道治理的使用方法 那名玄仙有着大约三级左右的境界 但是他对道的领悟却微乎其微 只要与他的修为相差不多 用对领悟先觉悟出的大道治理 就可以在其法力没有完全发挥出来的时候 将他的道横先行击溃 无道则无法 无法则无力 无力则无为 当然 法力乃是道基 若是相差巨大 没等大道治理完全发挥出来的时候 人家的公事已经到了 也没有办法 所以不论是法力还是大道 都是重中之重 哥哥 汉儿只能说这么多了 此言一出 道观中的众人皆是沉默了下来 不知不觉 陆晨的眼神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醍湖灌顶截然不同的是 左倾汉的一番话 犹如暗夜中的一盏 漆迷暗淡的毒灯 似乎在点亮着众人心中 对道的茫然 众生六道 或分人 仙 魔 妖 鬼 佛 诸戒诸族 诸脉 又统称为道 即使为魔 也有其道 左倾汉的轻描淡写 以弱小的修为 抹灭强大的神通 便是对道的超然领悟 陆晨终于明白过来 为什么一直以来 左倾汉即使被自己的老子 抹杀了修为 也从来不担心失望过 原来他对道 已经领悟到了这般境地了 无道 则无法 无法则无力 无力则无为 好高深的道理啊 陆晨发出来一声长叹 即使有着左倾汉的指点 他也不能从中得到飞跃性的领悟 左倾汉微微一笑 说 哥哥 你还要仔细感悟 这可不容易啊 微笑中的左倾汉 凸显了别样的风味 此般言论若是放在旁人嘴里说出来 定会趾高气扬了一番 然而他却平淡如风 一切都自自然然 一场突如其来的麻烦 让一行众人认清了左倾汉的本事 这等神通手段 饶食四秧也敬佩有加 饶有深意地打亮了左倾汉一眼 陆晨心中欣慰不已 他终于不用再为汉儿的安危担心了 汉儿 你对道的领悟超出我们太多了 有空指点一下好吗 对了 我看我们还是先换个地方吧 水地楼 高手如云 陆晨知道在这里比自己强大的人多出太多了 即使有着玉瓦空间在 陆晨也不能平白无故地傻等着人找上门来寻仇报复 所以 他寻思了一下 还是决定先离开这是非之地 这要到哪里去找啊 朦胧的西雨中 陆晨等人走了足足数日 方才发现宇云山的古怪